这个9岁的小女孩要挑战12个高中棋手 简直是疯了 所有人就位 女孩缓缓走向了对手 对异不是一对一 而是车轮战 她要同时对战这12个棋手 原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噱头 可很快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棋手们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没过多久 第一个败者出现了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连其中最强的棋手 都在15步之内被僵杀 女孩大获全胜 这个天才女孩名叫贝斯 是孤儿院里的一个弃儿 院里每天都会发给孩子两粒药丸 一粒绿色的缓解情绪 一粒橘色的增强体质 贝斯第一次吃 立即感到了一阵晕眩 他惊愕地发现 五官变得异常敏感 再细微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这是绿色药丸的起作用 从别的孩子那里他了解到 绿色药丸其实是一种镇定药 一次偶然 他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老头 老头正在下一种棋 国际象棋 冷漠的老头只是告诉他名字 就不再多说了 贝斯被深深地吸引 他恳求老头教他下棋 老头却严肃地拒绝了 夜里他吞下了一粒私藏的绿色药丸 满脑子都是国际象棋 贝斯无意中望向天花板 一张巨大的棋盘突然平空出现了 慢慢的棋盘上开始浮现出棋子 黑白棋子组成了一幅完整的棋局 通过几次观察 贝斯就学会了每个棋子的走位 老头一脸惊讶 终于愿意跟他下棋 这晚贝斯拿出了攒了很多天的药丸 一口气全部吞了下去 再度望向天花板 巨大的棋局又一次地浮现 和以往不同 这一次棋子开始动了 他用意念控制棋子 开始一遍遍地推演 黑白棋子快速移动 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露出了微笑 老头将自己的棋艺青囊相授 贝斯每天都在进步 一次次地交手 老头已经吓不过他了 老头已经没有能传授的东西了 唯一对贝斯有帮助的 便只剩下这本书 现代象棋开局 这里面记录了各种象棋技战术 为了锻炼贝斯 老头请来了象棋俱乐部的甘慈先生 一个象棋高手 对战一个九岁孩童 这场对异本不该有悬念 然而才刚刚开局 三步之内 他要将男人打败 在别人眼里 这是一颗普通的药丸 但在他的眼里 这是一粒神药 凭借这种神奇的绿色药丸 女孩的钱能被完全地开发 仅仅只是靠意识 就能模拟出一盘棋局 动动手指 就能控制棋子推演 这个女孩 就是个象棋天才 说三步就三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男人输了 一个象棋高手败给了一个九岁的孩童 然而女孩的天赋还不止如此 接下来他以一对二 同时对异男人和老头 仅仅只是靠盲棋 便轻松赢下了二人 男人送上了羊娃娃作为见面礼 很显然 贝斯对娃娃并不感兴趣 接下来他横扫了高中十二棋手 声名鹊起的同时 也让院长发现了贝斯逃课下棋的事 院长禁止贝斯再去地下室下棋 同时就在这几天 新的周法规定 不能再给儿童镇定药 没有了绿色药丸 贝斯就不能再模拟出棋局 他再也无法下棋了 时间一晃 几年过去 贝斯已经15岁 就在这天 幸运的事情降临了 一对中年夫妇来的孤儿院 决定领养聪明懂事的贝斯 贝斯既紧张又兴奋 他在孤儿院只有一张小床 现在却拥有了一整间宽敞的卧室 他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然而不久 贝斯就发现这个家的另一面 养父母的关系并不好 养父经常不顾家 贝妻子和贝斯非常的冷漠 养母的精神也越来越不好 他让贝斯帮他取药 贝斯一切愣住了 熟悉的绿色药丸 原来养母一直在服用镇定药 贝斯偷偷拿出了一半 他又可以在天花板下棋了 这天贝斯翻开了一本象棋杂志 肯塔基州象棋锦标赛 他立刻被吸引了 锦标赛不仅能和高手接磋 冠军还有一百美刀的奖励 可参赛费用就要五美刀 他的零花钱根本不够 贝斯灵机一动 想到了孤儿院的老头 他立马写信 希望老头借他五美刀 比赛过后会还给他十美刀 很快老头回信了 信封里果然附带了五美刀 他有钱参赛了 贝斯兴冲冲的到举办地报名 因为从未参加过任何比赛 他的等级分为零 报名人员不忍他被虐 安排他去了初级组 贝斯却果断的拒绝了 他要挑战公开组 打败所有的象棋大师 一个等级分为零的女人 居然妄图参加周象棋锦标赛 还要报名公开组 挑战所有的象棋大师 简直是疯了 报名人员满脸的不屑 可他们不会想到 仅仅只是短短三天的时间 这个女人便开启了一段传奇 肯塔基周象棋锦标赛 贝斯被安排在了最后一个小组 首战的对手是个女生 贝斯不到15分钟就赢下了第一局 报名人员目瞪口呆 第二轮比赛 只是几步对方便缴械投降 主动认输了 在这里贝斯心意上了一位异性 可谁知第三战的对手就是他 对方彬彬有礼 笑容十分迷人 就算是输了 也绅士的伸手祝贺 贝斯连战连胜 一路过关斩将无意败机 顺利的杀进了次日的决赛局 可偏偏这时 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 养父以出差为由再也不回来了 说白了 养父就是抛弃了妻女 这就意味着家里的经济来源彻底断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 房子就会被抵押 贝斯也很有可能会被送回孤儿院 但杨母表示 他会努力学着成为一位母亲 次日锦标赛决赛开始了 贝斯的对手是前任州冠军哈利 傲慢的哈利并没有把贝斯放在眼里 比赛时间过半才姗姗出现 冠军终究是冠军 看似随意的几步 却步步杀鸡 几乎毫无破绽 对方攻势凛冽 贝斯很快被B弱下风 眼看就要输了 贝斯不顾比赛时间 骑身冲进了厕所 他从包里翻出了一粒药丸 一口吞了下去 一瞬间 那熟悉的棋盘又出现了 再度回来 贝斯像是变了一个人 整个人充满了自信 哈利不禁一顿 开始认真对待起了对手 然而贝斯的攻势太犀利了 紧紧几步 哈利便大势一去 哈利哭笑着摇摇头 他输了 一个象棋州冠军 败给了一个出出茅庐的小丫头 整个肯塔基州的象棋界大受震动 贝斯的名字声名雀起 成了世人眼中的天才棋手 杨姆看着贝斯赠来的一百美刀 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从杂志上又看到一场象棋比赛 西西纳提州象棋锦标赛 冠军的奖金足足五百美刀 杨姆替贝斯报了名 这个天才棋手的传奇故事 也就此展开